隨著呢 現在國民黨在推出了他們自己的侯康佩人選之後 當然啊 母雞們都開始要為小雞們趕快來跑場 趕快來站台了 當然被列為呢 不分區第一席的韓國瑜呢 好 接下來也一直幫大家來站台了 希望可以來趕快讓所有的藍軍給歸隊了 好 可以看到呢 他到台南特別為李全教來站台的時候呢 不斷的強調幾個問題喔 第一個呢 是人民才是政黨的爸爸啦 所以呢 怎麼樣 因為這些政治人物應該都要有一個心態 就是自己是做人民的公僕 是不是 而不是說呢 你一再的出現像民進黨貪污的情況啦 然後呢 腐敗的狀況啦 明顯展現出來只愛錢財啦 這個民眾絕對不能再去迷信說 閉頭哪一黨 因為呢 最重要的是什麼 要看哪一個政治人物 哪一個人選真正的可以對人民好 這才是重要的嘛 好 再來呢 因為講到台南這個地方 現在有沒有大家覺得說 好像對於台南的印象是什麼呢 第一個講到的 會不會發現說 好像有很多的社會新聞 好 我們來看到的是呢 過去對於台南的印象是 這是文化古都啊 但是現在呢 卻是槍聲碰碰碰碰碰 還有呢 爐渣一堆 這奇怪的案件了 好 所以這些站台的時候所說的話 是不是讓在地的人都很有感呢 可是現在也看得出來說呢 這個民進黨好像急著要 也要打韓國瑜 好像想要再次的操作以前 吃的 動的 走的 開的 大家呢 好像願意聽的那一套說詞 好 我們來看到了 這個黃安民他就評論了 他說啊 韓國瑜呢 其實在當初被罷免之後 他所營造出來整個的仇恨值已經降很多了啦 並不會說一講出來就讓人那麼樣的覺得不喜歡 或者是當初反他的人 好像已經沒有再這麼多了 所以呢 這個民進黨現在還想要重新再炒作去 去炒作 討厭韓國瑜這樣的氛圍呢 你相當於怎麼樣 你是活在2020年啦 你現在花力氣打韓 代表什麼 哦 代表國民黨呢 拿韓國瑜這張牌出來擺對了 就是要怎麼樣 打攤 就是要怎麼樣 揭壁 而也確實呢 現在國民黨立委參選人陳以信呢 像昨天呢 他就封街舉辦造勢大會嘛 那國民黨當然是母雞們都要來站台 包含 你可以看到是副總統參選人趙少康 他是活力全開 左批民進黨 右打民眾黨 而且呢 在這個幫李全叫來站台的時候呢 剛剛提到了韓國瑜也講了很多關鍵的話對不對 現場金句連發 一起來看 支持者熱情會晤首中國旗 國民黨立委參選人陳以信造勢大會 請來多位國民黨重量級人物站台 副總統參選人趙少康經常 民眾夾到歡迎 現場記的水泄不同 中炮狂後 民進黨美德沛如同正負顛倒 外清德像是自己先承認是美國派蕭美琴前來監督他 又將炮火對準柯文哲 那另外柯文哲也很奇怪 他昨天說趙少康好像很強勢 他變成趙侯佩 還說你用台語看看 很難聽的 柯文哲他在台高興 講這種話很老的 強調明年這張選票不只是投給陳以信和侯康佩 更是投給自己及後代子孫 選戰進入白熱化階段 無黨級立委參選人李全教 搖來國民黨重量級人物韓國瑜站台力挺 大家鄉親啊 大家給民進黨太多機會了 三十多年前 大家挺民進黨 青年 群政 愛相處 你現在民進黨貪污腐敗 愛相處 選出對的人贏得明年大選翻轉貪污腐敗 讓世代台灣老百姓過上安居樂業好生活 記者黃天堯 范雅喬綜合報導 當然呢 現在整體來看到 除了這個感覺到民進黨緊張了 緊張誰啊 就是剛剛大家看到的 這個國民黨現在推出來的母親們 包含什麼 包含趙少康 包含什麼 包含韓國瑜 好看得出來呢 不斷的在攻 好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呢 像賴清德他用哪一套話術 來要大家不要投國民黨 他說什麼 他說要讓民進黨國會過半 這樣才能夠阻止韓國瑜當立法院長啊 用這樣子的方法 這再次的驗證了這個 黃亞民所說的這張牌啊 應該是打對了啦 而現在也可以看得出來 整體來說大家聽了那麼多的金句 你能感受到現在國民黨的主軸 要攻擊的就是鎖定民進黨呢 這麼多的貪污腐敗的問題 好 這些問題可能也包含了一些各種各類型的負面新聞 你說桃色新聞也好 各種狀況 反正呢全部都大集合在民進黨身上了 所以現在其實連民進黨自己內部的人都說啦 已經有一些擔憂存在了 就是說藍白現在狂打這個所謂的貪腐牌 其實民進黨你必須要很謹慎來應對 你不要再覺得說不論怎麼樣子 都可以持續的打贏選賬 不要又是呢覺得說反正只要選前 這個自己人有團結起來 大家人民還是能再信任 還是要回頭想想看 這將近八年的時間帶給台灣人民的到底是什麼 所以呢現在很怕一個氛圍起來 就是所謂的討厭民進黨 要是討厭民進黨這個氛圍又起來的話 民進黨可能這一次難選了 所以他們現在要嚴堵嚴防這個氣氛呢 在整個燒起來 那現在的狀況是怎麼樣子呢 這個蔡英文呢在他的執政底下 他所做的行為 因為畢竟是斜著這個執政優勢嘛 所以感覺選戰特別好打 為什麼呢 因為繼續撒幣繼續就可以吸引老百姓嘛 是這樣子嗎 但他說什麼話 被怒批說你根本就是在大撒幣 因為大家都會說嘛 這個執政優勢啊 那當然會用政策買票啊 好這樣的情況他說呢 花錢那是投資台灣的未來 這句話沒有錯 可是他下一句什麼 他說我有錢可以花 也可以讓國力變強 我們當然認同 花錢投資台灣 當然認同你想要讓國力變強 但是這一句 我有錢可以花 請問這錢是你的嗎 當然被網友給酸爆了 哇 花我的納稅錢很爽是不是 投資台灣 結果是什麼 債留子孫啊 現在怎麼樣 連當讀稿機都懶了 想必這個讀稿機 應該是會給他漂漂亮亮的詞句 不會讓他這麼報仇式的 變成一個自走炮 自己胡亂講這樣子的話出來 現在是連當讀稿機都懶得當了嗎 這難怪會被炮轟嘛 所以呢 郭正亮也說了 說國民黨現在要怎麼樣 一定要集中打幣案 要造強候選人的人設衝擊 還說什麼呢 全台灣人民啊 是不是能感受到一件事情 就是會接到一些什麼 詐騙電話 各種有人真的被騙了 有人差點被騙了 你有沒有被詐騙過 只要被電信詐騙過的人 都不要投給民進黨啊 哇 這樣子一說起來 恐怕這個人數比例還真的很高 沒錯 現在國民黨 就是要主攻民進黨的貪腐派 而民進黨呢 想辦法是怎麼樣 打這個所謂的經濟牌啦 兩岸牌啦 不過藍營也說了啦 民進黨打經濟牌喔 恐怕是有點諷刺 因為綠營主打 台股指數超越港股 但是呢 卻沒有看見 現在已經連十幾黑 根本就是報喜不報憂啊 而且現在物價高漲 第一新環境也沒有變化 民進黨怎麼還會有臉說 搶打經濟牌呢 台灣有很多東西都買得比人家貴 大家都不知道說錢花到哪裡去了 錢瞻計畫花到哪裡去了 疫苗採購比別人貴 連錢建製造都比日本貴400億 這些錢到底花在哪裡去 有沒有留到私人的口袋 大家都希望說可以查 政黨輪替之後可以查一個清楚 那至於民生經濟就更不用說了 這幾年喔台灣的景氣一直不太好 雖然說民進黨以股票指數喔 做為大內宣 但實際上在民眾的心裡面是很無感的 薪水低薪然後物價一直在高漲 那大家的錢通通是入不敷出的 在這種情況底下 民進黨還要去打經濟牌 我覺得是相當的可笑 不論是經濟蕭條民主法制倒退 或者是到貪污濫權 信賴台灣這樣子的惡劣的狀況 非常多的民眾看到我們都說 這一次一定要翻轉 民進黨不要以為裝睡的人叫不行 一時的蓋牌掩蓋不了人民心中的怒火 現在民進黨談經濟喔 只會拿一些漂亮的數字報喜 不報憂擦枝抹粉 最近綠營的民嘴喔沾沾自喜 在講說台股超越港股 但他們不敢講的是 除了我們的出口連十幾黑 我們的貧富差距 是十二年來創下新高 民進黨還敢講經濟很好 南軍主打疫苗國家隊 雞蛋國家隊 他主打經濟牌 可是我們要看到經濟 現在來講出口連十幾黑 有什麼經濟可以誇的 最近他有誇了 說台灣的股市 比香港的股市還好 價格還高 股市我們都了解 其實是可以操控的 選舉到了 這麼不斷的做多的行情 讓股市維持一定的高檔 所以零零種種 民進黨現在主打就是 經濟派跟抗中派 這兩個派其實已經打爛了 賴清德最近是喊出說 民進黨國會過半 就可以怎麼樣阻止 韓國瑜當立法院長 這個是想要大炒仇恨值 對此南投縣長徐淑華大酸賴清德說 是不是能當選總統 你都還是未知數呢 但韓國瑜一定能進國會啦 身為總統參選人 講出這種言論真的是很要不得 台中立委參選人林佳欣則是批評說 現在操作韓國瑜仇恨值很蠢啊 因為民進黨現在自己的仇恨值比誰都高 還活在過去抗中保台的負面選戰當中 我覺得可以確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韓國瑜一定會進入立法院 不能確定的是賴清德是否能夠 擔任我們中華民國的總統 國民黨如果有機會來擔任 這個立法院的院長呢 我們的立法委員絕對不會 像現在的民進黨單獨過半的傲慢 那同時呢只是作為一個相比圖章 第二我覺得這個賴清德呢 現在提出說不能夠讓這個韓國瑜來擔任院長 我覺得他其實還是要想要拉四年前的仇恨值 我覺得身為一個總統候選人呢 這是很要不得的 整體的這個他們的選舉的核心呢 還是在於抗中保台這個結構上面 所以我覺得如果是這樣的話 鄉親覺得應該要由韓國瑜來領導立法院 還是由柯建銘來領導比較好呢 其實我覺得民進黨現在去操弄韓國瑜市長的仇恨值 是一個非常愚蠢的行為 因為他們自己賴清德的仇恨值 民進黨的仇恨值比任何人都高 更何況我講一個比較客觀理性的點 就是說其實之前韓國瑜市長在遭受到罷免之後 其實絕大多數的台灣民眾都認為 就算韓國瑜市長過去有什麼不好 也已經歸零了 現在的韓國瑜市長 他是一個公益的韓市長 他是關心弱勢的韓國瑜 他是一個為人民發聲的韓國瑜 他有強大的魅力 也有強大的民氣 用來對抗貪污濫權腐敗的民進黨 民進黨全面執政 立法院過半 但絕對的權力造成絕對的腐敗 許多弊案 許多貪腐 許多見不得光的事 都在這四年發生 人民無法受到照顧 又無法得到真相 所以這一次的選舉 在野大聯盟必須為團結習慈而努力 我們也要為了發掘真相而團結 賴清德他這樣的發言 不但不尊重民意更是藐視民意 其實評論員黃銘也分析了 民進黨現在打韓國瑜 代表國民黨把他放在不分區第一席 這是對的 而令營現在還活在2020年的思維 覺得年輕人討厭韓國瑜 所以想要如法炮製上次的勝選模式 但是一樣做法放到現在不一定有效呢 民進黨會把炮火放在韓國瑜先生身上 是因為他們認為年輕人不喜歡韓國瑜 他們認為四年前討厭韓國瑜的氛圍 包括把韓國瑜罷免的氛圍都還在 所以他們想要試圖如法炮製 再一次的用韓國瑜當劍拔 但是很可惜的是 韓國瑜在被罷免之後 其實我認為他在整個社會的氛圍上面 其實是仇恨值是降得很低 我覺得他們打韓國瑜的用意只是在炮 就是一樣在複製四年前 希望把韓國瑜變成一個親中 這樣的一個角色 那把他跟這個討厭國民黨 或說討厭韓國瑜這樣的氣氛 去做連結 但我想這個是等於是 民進黨還活在2020 那當然他們現在還要花力氣 去打韓國瑜的話 就表示韓國瑜這張牌是放對了 放對了 也就是國民黨因為放了一個 讓對手會有點 他要急著把韓國瑜的過去的 這些負面的標籤急著趕快拿出來 再貼在韓國瑜身上 否則怕年輕人忘了韓國瑜 有這些過去的事情 所以呢我覺得國民黨也很簡單 韓國瑜就是繼續做他想做的事 該做的事就好了 告訴大家他未來進去國會之後 能夠做什麼 我想這比較重要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由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他 稱他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請見到這個用品 請便蹴在十三年前 請便蹴在這聲明 請見到這個名字 加入期間 請見到這位選手 入口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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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場結束 入口期間